每次必吃的22道花样美食 好吃到转圈圈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照烧鸡腿的做法 不用油炸 不用烤厨房 小白也能做 建议收藏 6块1斤的鸡腿 用剪刀贴着骨头剪开 就很容易地去骨了 再用刀背敲打敲打 然后放姜葱 料酒去腥 右手戴上手套 用左手抓匀 腌制10分钟 碗里打一个顺产鸡蛋 碗中放生抽 蚝油料酒蜂蜜 一块钱清水搅匀 这个简单的照烧汁就调好了 锅中油热 下入鸡腿 小火慢煎 两边都要煎黄 倒入调好的料汁 扣盖焖煮5分钟 然后打开盖子 边翻面边大火收汁 这样鸡腿颜色就上来了 切成嘴巴大小的块 装盘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就这样做的照烧鸡腿 每次我家5个女儿都能吃3碗饭 第二道 你敢相信吗 把雪碧倒入火龙锅里 再将莲藕泡一泡 将香菜切成段 非常惊艳的一道菜 腌制莲藕蜜 寓意红红火火 生活甜甜蜜蜜 首先没有孔的莲藕 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记要加一勺白醋 浸泡5分钟 这是烫莲藕不发黑的关键 水开倒入莲藕 烫2分钟后捞出备用 碗中倒入5毛钱的火龙果 用娘家带来的擀面杖倒成泥 接着倒入一罐快过期的雪碧 再倒入莲藕 浸泡2个小时 泡成这个熊样 然后摆个美美的造型 好吃的关键就这个 清甜可口的桂花蜜酱 均匀地淋在莲藕上即可 这样做的腌制莲藕蜜 清香甜蜜 学会了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第三道 一定要记住了 及时买回家 不要总是可乐 孩子们都吃腻了 你只要多加酱醋 还没来得及上桌就抢光了 首先8块1斤的鸡翅 一切两半 加葱花 姜蒜 盐 生抽 蚝油 抓拌均匀 腌制30分钟 再去掉上面的料渣 来一包炸鸡果粉 这个果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鲜果炸鸡果粉 沾一点鸡蛋液 再裹炸鸡果粉 抖出多余鳞片 六层油温中小火慢炸 炸到金黄酥脆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炸鸡翅鲜香酥脆 超级好吃 周末换下手机给孩子做起来 第四道 你敢相信吗 到现在还很多人做糖醋排骨 直接下锅就炒 难怪做出来不 是发苦就是咬不动 今天这个方法 保证你看一眼就会 花15块买了三斤排骨 真的太贵了 后记得不要焯水 只需要加一勺盐和面粉 反复抓洗 这样不仅能去腥 还能保留排骨的营养成分 不容易流失 锅中油热 直接下锅煸炒 这才是咬得动的关键 放葱姜 10克冰糖 一勺盐 一勺生抽 一勺沉酱 煸炒至上色 有条件地加入99度的开水 扣上盖子 小火煮30分钟 最后大火收浓汤汁 再撒上黑黑的白芝麻 即可 这样做的糖醋排骨 酸甜可口 大人小孩都爱吃 喜欢你 也收藏年夜饭餐中 给孩子们做起来吧 第五道 我是万万没想到 往带鱼里倒入一罐啤酒 出锅 瞬间变成一道 逢年过节必吃的美食 寓意腰缠万贯 幸福美满 首先八块一斤的带鱼 改刀切断 像我这样子 打上花刀 剪掉背上的刺 葱姜盐 胡椒粉 一罐喝剩的啤酒 腌制15分钟 用啤酒腌制的鱼 不但能去腥 才能使肉质更加鲜嫩 萝卜切片 碗中打入一个我下的蛋 倒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加适量的水 调成酸奶状 再加一勺食用油 用这个面糊炸小酥肉 炸切合都很酥脆 带鱼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下锅炸开 中火慢炸 炸至金黄酥脆即可 这样做的炸带鱼又酥又脆 放凉了也不手软 大人小孩都爱吃 学会了年夜饭 餐桌上安排起来吧 第六道 不是做梦也没想到 把白菜放锅里蒸一蒸 出锅 瞬间就是一道逢年过节必吃的美食 寓意蒸蒸日上 百菜聚来 一起跟着视频学起来吧 锅里水开 放入大白菜汤一分钟 捞出瀝干水分备用 再把树上摘的黄瓜切片 两块钱肉末 加姜末葱花 盐鸡精 胡椒粉一个 我刚刚下的蛋少 许淀粉 用我的左手给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再把肉馅放在白菜上 像我这样把白菜卷起来 水开上锅大火蒸十分钟 蒸熟后摆上葱丝 锅热油激发香味 把白灼汁淋在白菜上即可上桌 白菜这样做 清淡爽口 营养丰富 老人小孩都爱吃 这道菜你要是让你老公学会了 以后就是它 第七道 一看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年了 现在花一分钟把这道菜学会 年夜饭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拿手菜 寓意着腰缠万贯 家庭幸福美满 好吃又好看 楼下买的茄子 不用去皮 削成像我这样的薄片 八毛钱的肉末里加葱姜 一个鸡蛋 料酒 生抽 盐 鸡精 淀粉 然后用我的手搅拌均匀 将肉馅铺在茄子上 用你白嫩的小手卷起来 碗中打两个鸡蛋 倒入一袋小酥肉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好吃的关键 再倒入适量清水 调成拉四酸奶状 再倒一勺食用油 用这个面糊炸酥肉炸藕盒 都非常酥脆 将面糊裹在茄子上 六成油纹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即可这样 做的炸茄卷外酥里嫩 全家老小都爱吃 你也赶紧学着做起来吧 第八道 想吃豆腐乳 再也不要去外面买了 自己在家做 跟喝水一样简单 比买的还好吃卫生 首先把老豆腐切成方块 上锅蒸上三分钟 杀菌发酵的关键是 倒一包这个腐乳区在碗里 用凉开水搅拌化开 然后把豆腐放到水里 洗个澡摆放到干净蒸隔 扣盖自然发酵三四天 再把它们装入大盆中 一勺白酒倒入食盐五香粉 一勺辣椒粉和辣椒面 边搅拌边混合 再装入干净的容器里即可 香喷喷的梅豆腐就做好了 喜欢你就点赞收藏做起来吧 第九道 很多人把豆腐买回家 不是清炖就是红烧 早就吃腻了 今天教你个不一样的做法 简单方便又好吃 用你性感的左手 把它抓得稀巴烂 这时候给它放点盐 胡椒粉入个底位 再次搅拌均匀 抓好的豆腐给它封上保鲜膜 再用我祖传的牙签扎一扎 方便排气 锅里水开 把豆腐放进去 用中火蒸上十分钟 我们把肉末炒一下 炒的时间不要太长 能闻到肉香味的时候 放入蒜末小米椒豆瓣酱 炒出红油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适量的蚝油 等到酱香味而充分释放出来以后 接着勾入少许水淀粉 来增加整道菜滑嫩的口感 这时候我们的豆腐也蒸好了 鲜香滑嫩的豆腐 配上这个酱香浓郁的肉末 就这道菜 辣辣鲜香 回味无穷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第十道 这是我在浙江上班的时候 学会的拿手菜 梅干菜蒸肉饼 鲜香滑嫩又下饭 这是真的好吃 做梅干菜要选这种 肥瘦相间的梅花肉 用刀剁碎的菜更有口感 再准备这个纯手工晾晒的梅干菜 这叠中加蒜末 淘起一下就可以了 用切好的梅干菜放在肉上 再剁它七七四十八下 放姜葱末 生抽蚝油 少许盐白糖 少量花生油 一勺生粉 边抓拌边使劲摔打几下 这样才更加嫩滑 吃起来更弹 放入盘中铺平 水开上汽 大火蒸十二分钟即 梅菜综合了肉的香味 滑嫩鲜香 真的太香了 想吃就在家做起来吧 第十一道 年夜饭第一道菜 紫气冬来 寓意裁员滚滚 富贵吉祥 全家团团圆圆 首先把紫薯切成薄薄的厚片 水开上锅蒸二十分钟 把蒸好的紫薯压成泥 压得越稀越好 再将紫薯泥 搓成葡萄大小的小圆球 放入盘中 摆成葡萄的造型 锅中加适量白糖 两大勺橙汁 开小火慢熬 煮开后 少量多次的淋入水电粉 直到熬到粘稠状 然后均匀地淋在紫薯上 紫气冬来就做好了 学会了就点赞收藏吧 第十二道 做啤酒鸭切记不要焯水 也不要直接下锅就炒 那样做出来 不仅有一股腥味 口感吃起来还发柴 其实 你只需往剁好的鸭肉中 加一把面 抓拌两分钟 再加入清水反复抓拌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很好地清洗出 粘液跟血水 这样处理完的鸭子 非常干净 然后再用清水多冲洗几遍 起锅加一勺菜籽油 再下入鸭子 把水分炒干美 再加姜葱蒜八角香叶干辣椒 继续炒出料香味 调味加生抽老抽 蚝油盐鸡精 一罐82年的啤酒 去腥增香 适量清水没过食材 扣盖小伙们40分钟即可 最后加点青红椒 一把蒜苗叶子 大火收浓汤汁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啤酒鸭 非常的入味好吃 第13道 如果家里有孩子不爱吃蔬菜的 那你就像我这样 做个菠菜蒸鸡蛋吧 营养丰富 香鲜滑嫩 小孩子超爱吃 锅中水开 加一勺盐 少许食用油 这也是菠菜翠绿的关键 放入洗净的菠菜 焯烫20秒后捞出 挤干水分 切碎备用碗 碗中打入六个聪明蛋 给它搅匀 去拌小碗水 加一点盐和少许淀粉 根据自己喜好 多加水 鸡蛋会更嫩一点 少加水就老一点 这就是传说中的水淀粉 倒入鸡蛋液里 搅匀打去上面的泡泡 再将菠菜倒进去 搅拌均匀 用保鲜膜包起来 水开锅蒸15分钟左右 碟中加蒜末生抽香醋 再来点油泼辣子 好吃的蘸料就做好了 蒸熟后 按照自己的喜好 改刀切成长方块 摆一个好看的造型 鲜香滑嫩 非常好吃 你也收藏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十四道 如果你家孩子也不爱吃蔬菜 那就像我这样做 土豆胡萝卜分别切成丝 加平时炒菜的盐 抓匀腌制五分钟 再挤干多余的水分 放一把葱花 一个正经的鸡蛋 盐胡椒粉 一袋小酥肉脆皮粉 这才是丸子酥脆的关键 搅拌均匀后搓成丸子 六成油温下锅中火炸至金黄即可 这样做的蔬菜丸子外酥里嫩 一口一个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十五道 以后你要是想喝酸辣汤 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只要你会烧开水 就能给家人做个 暖心暖胃的酸辣汤 首先把干豆腐 火腿肠木耳都切成细丝 再准备点金针菇 水开下入切好的食材 再次烧开后 下入这个黑椒酸辣汤调料 酸辣汤要想做的好吃 都靠这个调味 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了 然后淋入两个鸡蛋液 撒上一把香菜就好了 酸辣开胃 越吃越想吃 赶快做给家人尝尝吧 第十六道 我告诉你啊 想要馄饨做的好吃 重点的是汤底的搭配 碗中放葱花 香菜 紫菜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含盖量高的生晒虾皮 每次来上一勺 鲜味瞬间就上来了 调味加盐 生抽 陈醋 香油 水开下馄饨 煮熟后来两勺原汤和煮好的馄饨 汤鲜味美 一口饺子 一口汤 关键大小朋友都喜欢 第十七道 你知道鸡翅怎么做才好吃 试试这道辣子鸡翅 麻辣香脆 越吃越想吃 十块一斤的鸡翅 对半切开 加胡椒粉 白盐 料酒 生抽 蚝油 淀粉 抓匀 腌制二十分钟 开中小火 六成油温 下锅慢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备用 倒入干辣椒 花椒 炒出香味 倒入鸡翅 加入白糖 白芝麻 葱段 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开吃 外酥里嫩 香辣过瘾 特别好吃 第十八道 以后你要是在家做干锅花菜 记住一点 千万不要焯水 也不要过油 因为那样积浪费也麻烦 你只要切好 放清水中 加一勺盐 给它浸泡十分钟 这样能快速地泡出里面的重卵和杂质 捞出来控干水分 直接放入锅中 中火边炒至七成熟 盛出备用 另起锅五花肉 炒出多余的油脂 放清红辣椒圈 好吃的关键 放一包这个麻辣香锅酱 然后倒入花菜 大火翻炒出酱香味 最后放入蒜苗 翻炒五千六百七十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干锅花菜 好吃又下饭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第十九道 我告诉你啊 下次你要是想吃酱猪手 那你就像我这样做 好吃入味 做法还特别简单 烤完的猪手放入温水中 加点食用碱 泡十分钟才更好清洗 在中间划一刀 方便入味 然后冷水下锅焯水 加料酒去腥 焯五分钟捞出洗净 再放回锅里 加葱姜蒜八角干辣椒调味 只需要放入一包大棒骨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加一罐啤酒和适量清水和猪蹄一瓶 开锅调小火 扣盖卤一个半小时 用筷子能轻松扎透 就可以出锅 猪蹄你就这样做 比买的还好吃 赶紧试试吧 第二十道 好多人把这种大骨头买回家 都只会熬汤 其实你就像我这样 做一个酱大骨头 夏天吃正经挺下酒呢 首先你注意一个细节啊 大骨头一定要提前一个小时 用凉水把血水泡出来 这样酱出来里面才不会发黑 洗净后冷水下锅焯水 加料酒去腥 开锅煮五分钟 捞出洗净 再放回锅里 加葱姜蒜八角 再放几个干辣椒调味 就更简单了 你只要放入一包大棒骨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同样的方法 还可以降牛肉降猪蹄 都特别好吃 放一罐啤酒去腥增香 加适量清水和大骨头一瓶 扣盖小火酱一个半小时 这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特别简单 夏天吃连筋带肉 正经挺下脚呢 赶紧试试吧 第二十一道 我告诉你啊 下次你要是想吃手撕包菜 就像我这样做 根本不需要厨艺 家里只要有一种调料 就能做出大厨的味道 首先包菜一定要用手撕 这个干子我们留着过年吃 油热下一块钱五花肉 把油脂炒出来才更香 放姜蒜干辣椒炒出香味 再放入撕好的包菜 开大火翻炒两分钟 调味只需要放入一小包香味小炒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特别简单 赶紧收藏起来吧 第二十二道 我跟你说啊 就这样又酥又脆的油条 其实做法特别简单 只要你看完视频都能学会 首先在盆中打个蛋 加五克盐 少许食用油 加两百三十克清水 用筷子搅匀 这个是调制好的油条面粉 不需要加其他东西了 咱们和一斤就够七八个人吃了 先用筷子活成面絮 再用拳头用揣面叠面的手法 喝到不沾手不沾盆了 抹上一点油 盖上保鲜膜醒十五分钟 然后再用揣面叠面的手法 活到表面光滑起精了 稍微抹一点油就行 盖上保鲜膜醒半个小时 面板上抹油 把醒好的面按住一头 拿起一头往外撑 边撑边按 按成一厘米厚的面片 再用刀切成三厘米宽的条 然后咱们拿起一个脸 对脸合到一起 再用手指头在中间按一排坑 下锅前再撑一下 油温烧到六成热 调小火把油调下锅 七秒能飘起来你就成功了 飘起来就用筷子不停地翻个 越翻越大 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特别简单 学会了又多一样手艺 赶紧试试吧